黑車開出加油站 直接逆向牆到前頭 差點更迎面而來的BMW 變成碰碰車 明明過不去竟還想插隊 黑車駕駛眼看糟糕囉 倒車想瞧位子 想不到第一次 直接衝撞無辜BMW 第二次油門大腳一催 更直接失控往後大爆衝 後方駕駛反應快 立刻網友切出 還差點再撞停等紅綠燈的駕駛 花蓮線和平路上 超恐怖行車畫面曝光 也嚇爆一票網友 直呼真的看到胃很痛 另外在新北市中和 連城路上則有機車猛撞 騎士身亡 畫面中騎士要過彎 碰巧遇上同方向 也要右轉的公車 騎士猛轉油門 疑似要超車 布料卻意外失控 往右噴撞分隔島 大花雷殘摔飛 後方公車司機及踩刹車 驚險在撞上前停下車 但騎士受傷嚴重 到底不起 機車整台側摔 車道上還留有撞擊瞬間 噴飛出去的一串香蕉 騎士是39歲的加油站員工 當時準備前往上班 疑似車速過快 超車失敗 終於搶救一個多小時 最後家屬忍痛放棄急救 宣告死亡 就楊潔財申 創作詞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